4月27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从板门店跨越军事分界线 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 这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金家王朝成员第一次踏上南方的领土 这像是朝鲜半岛南北方第三次高峰会谈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正恩说当金正恩跨越北纬38度线 就代表了两国的和平 金正恩也回应说跨越38度线虽然距离不长 却花了11年的时间 2000年6月 金正恩日与韩国总统金大中 在平朗举行的历史性会议签署了北南共同宣言 2007年10月韩国总统卢武学访潮 在平朗与金正恩签署了北南关系发展和和平繁荣宣言 金正恩与文在寅总统在当天下午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 繁荣及统一的版明电宣言 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宣布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是争取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 三是半岛不再有战争 四是五月一日起停止边境喊话 五是八月十五日举行离善家属谈聚活动 六是商定文在寅金秋访问平朗 七是为了构建永久及巩固的半岛和平机制 八是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 八是韩朝一致确认了通过完全契合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 九是通过定期会谈乐线通话随时出伤 中国外交部就朝韩领导人会晤发表讲话 表示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有利于增进双方的和解与合作 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美国白宫方面也就朝韩首脑会谈发表声明 希望韩朝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 能推动半岛在和平和繁荣的道路上取得进步 美国对半岛全体人民表示祝福 下面我就朝韩峰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峰会有利于推进两国和世界和平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环节源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外交政策的改变 今年以来金正恩这位六年不出访的宅男 突然一名惊人在国际舞台上出尽了风头 他先是打起韩国平常奥运会的外交牌 派妹妹金宇正出席冬奥会 随后委托韩方转告美国 他希望尽快与川普总统会面 三月末金正恩主动出访北京拜访习近平 4月22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三次会议上 金正恩又突然宣布4月21日起停止核失恋 将废弃北部核失恋场 承诺只要不受到核威胁和核挑衅 朝鲜将绝不会使用核武器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转移核武器和核技术 将集中一切力量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提高人民生活 4月27日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峰会 并签署了上述板门店宣言 宣布停止双方敌对行为 朝鲜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 金正恩的和平举动 对实现朝韩两国和世界和平无意是有意的 应与充分肯定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 卡其亚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不预期星期五的峰会将会从根本上改变 朝鲜半岛的现状 但是金正恩与文在寅举行会谈 而不是发动战争这个事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而且双方在寻求降低紧张的时候 他们都可能获得一些重要的浪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 中国问题专家傅泰林表示 他预计这次南北峰会会有助于弥合双方的分歧 并为正式结束朝鲜战争做铺垫 而此次峰会是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谈的预言 我认为朝韩峰会的目的在于为五月或六月初举行的美朝峰会铺路 关于朝鲜半岛危机的处理 韩国承载着进步派与保守派不同的观点 文在寅等韩国进步派认为 要消除朝鲜核武器 唯一现实和平的方法就是说服朝鲜政府 他可以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存活下去 保守派将韩国与华盛顿联盟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而进步派则认为 自己的国家在掌控半岛危险形势的过程中 最终占据了主岛地位 但文在寅承认 核危机最终只会在朝鲜和美国之间得到解决 他表示他能做的最多的就是充当向导 帮助金正恩和川普总统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用华盛顿的安全保障换取朝鲜核武器 文在寅需要通过会谈了解金正恩是否真的愿意放弃核武器 如果愿意的话他会按照什么时间来放弃核武器 是否允许对无核化进行国际核查等 金正恩弃核的要价是什么 金正恩也需要释放善意和通过与文在寅的互动了解 川普总统的想法同时也需要拉近与文在寅的关系 起到一定离间美航关系的作用 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谈的关键在于双方对于无核化的理解 傅泰林先生指出 无核化在朝鲜和华盛顿指的是不同的东西 对美国来说无核化就是朝鲜彻底销毁其已经拥有的核武器 对于朝鲜来说 他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也包括了美国 因为美国朝鲜和韩国是在朝鲜半岛具有军队的三个国家 三 为什么朝韩和平来得如此突然 对于朝鲜半岛危机的缓和 很多人还是一律重处 现年73岁的韩国老人金昌国说 朝鲜又在骗人 虚情假意 这样他们就能争取时间减轻制裁 他们从没有打算放弃核武器 如何看待金正恩的契合 朝鲜半岛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吗 我的看法是 朝鲜弃核源于其所面临的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数字 朝鲜核武器开发已经耗费了它的主要国力 难以维持 根据联合国资料 大约超过40%的朝鲜民众不能吃饱肚子 继续发展核武器 联合国严厉的制裁和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朝鲜急已出现内乱 其次美朝军事冲突的升级也是金正恩契合的主要原因 因为一旦美朝真的发生了军事冲突 金家王朝将危于雷揽 所以国内国际形势的双重压力逼迫金正恩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 其次金正恩暂停核实验也是基于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金正恩有了保护金家王朝的底气 金正恩施行改革开放改善民生 他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而是在维护金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但朝鲜弃核并不是销毁核武器 让朝鲜彻底放弃和销毁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但在拥合的前提下 暂停核实验这是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个促使朝鲜暂停核实验的隐秘内因 那就是位于朝鲜东北部封锡里核实验厂实际上已经坍塌 废弃核实验厂的原因是该处已再无利用价值 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篇论文指出 封锡里万塔山的测试点 在去年9月3日核实验后不久就发生了地质事件 是由三体净垂直塌陷所致 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主办的地球物理研究快报 接收了该篇论文 其结论与三月份刊登的来自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与吉林省地震局的论文不谋而合 当然金正恩弃核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要从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拿到巨恶的经济援助 1991年 朝韩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 1992年 两国共同发誓 不发展核武器 在2000年的一次 朝韩首脑会议过后 韩国就向朝鲜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 但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 曾引起了韩国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朝鲜弃核 或许会给朝鲜半岛带来短暂的和平和希望 但长久的和平取决于朝鲜是否放弃极权政治制度 期待金正恩在短短几个月内 就从杀姑父杀兄长杀官员的恶魔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是不切实际的百人梦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